这三个问题先生请听题啊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什么匈奴过来 匈奴过汗得出来 来 问你第一题先生 你知道 这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什么吗 河流 收敛才华 霸河 一般 我说不是河流先生 他们匈奴那儿可能没有河 那我给先生换个问题 是尼罗河 换个问题 先生知道 世界上第六岛高峰是什么吗 长白山 叫长白山 错了先生 是尼奥有风 你给先生一次机会吧 先生再答错了 咱就只有照相了 感恩先生 先帝创业为伴 而中道崩粗 请问 前进崩哪儿了 崩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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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生 匈奴的口音发音不太准 他这个是崩的地方在哪儿 四川 崩四川 照相 崩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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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那您摆一个匈奴的姿势 崩粗 崩粗 哎呀 没关系 不用为文化而残悔 怎么还不想 来 好好的摆一个动作 一二三 好好 告辞 先上次 先帝 都在白地城了